大家早安 今天是十月二八,星期四 是十月期止的結算日 明天是十月二十九 就是今個月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也是今年到最後一個交易天 或多或少都有些粉色儲倡的部署 其實大家都明白 今年廣估是由一月二十七的高位 二萬二千七 一路跌至今個月十一日的低位 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點 跌足六千七百二十八點 就是簡單說 就算無論怎樣粉飾也好 成績表出來都是令人失望 但是作為基金經理 去到尾怎樣都好 都會略為施以粉飾 希望做法好一點點 但是對整個大局來說 變化根本上就不大 再看看昨天的市況 昨天早市行指先是高開二百二十一點 去到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一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脚 一度低見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九點 但是維穩的買盤 開始慢慢滲滲的湧熱 結果市況就緩步當中 慢慢升到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三點才止步 相對早日來說 這一分鐘市是升了三百三十三點 不過成交金額只是一半 最後大市收了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四點 仍然升了二百八十四點 成交金額全日只有九百九十二億 很明顯看到一樣 就是大市能夠之所以可以出現一個 技術上的反彈 都是新經濟股、匯控等 這些主要成份股 稍微做好一點點 當然是有中二棟 但是氣氛上還是比較保守的 第一就是說 在政策緊估之下 其實暫時的基本因素或者技術分析 我相信就不能夠用得上了 就是說股份年度的業績 去年的業績 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騰訊一樣 手遊、網上廣告收益等等等等 能夠帶來多少效益 暫時來說是用不到的 因為政策既然是出台的話 很可能令手遊那方面的收入 是會明顯減少的 變成基本面 暫時來說我們就用不到 技術分析又怎樣呢 可以拿來量量量量 始終你由三百多元的股份 一急跌到二百六十三點 都會有些反彈 但是反彈過後 股價仍然都在二百八十幾元 這個水平在猜測 如果記得的話 二百八十四、二百八十五 是上一朝跌浪的低位 這次曾經跌到二百六十三 即是技術上已經插穿了 上一浪的低位 妄而更加不用說 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五元的一年的高位 是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見過的 短短一個多月可以跌到一百一十六元 你看看一跌下去 就說六、七十元 其實那個殺傷力是大得很厲害的 大家想想 如果你說在高台拿了貨 一路坐著不肯走 去到當日急跌那一刻 才怕離開的話 其實那個損失是幾十個百分之 也有些趁低吸納 薄薄反彈都會有 但是大方向始終都是不明的了 因為在政策出台之後 其實所有的基本因素和技術分析 我想暫時來說 大家都是放在一邊 先看看政策落實到底是怎樣 大方向是怎樣 然後再行定奪 這個真的沒辦法 股市就去到十月尾 暫時來說 可能都會輕輕有些粉色儲章的效應出來 但是如果要捕捉這些細細的升幅 我相信難度是很大的 與其是這樣 不如結合心水 等它過了今年之後 明年一月份 再看看情況是怎樣 在行部署就比較好些 仍然那句 我認為盡量保留現金在售就比較好些 好了 早事分析就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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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